智力打造领军企业 共建开放幸福游戏 福建顺源纺织有限公司 请您关注游戏新闻 备受各界关注的倡扶铁路动车 今天开始正式通车运营 上午9点多 游戏火车站迎来由三明北 开往福州的首趟动车组 记者乘坐首发动车组 体验动车的快速平稳和舒适便捷 联合乡农民采用人工培铁法 示众金线联获得成功 收益可观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3年9月26号星期四 农历8月22 欢迎收看游戏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天早上由三明北 开往福州的首趟动车 开进游戏火车站 这标志着我线 正式驶入了动车时代 现在是早上的9点53分 从三明北开往福州的 第6541次动车 首次到达了游戏站 这标志着游戏人民的 百年铁路梦 由理想实现了现实 从此游戏人民告别了 首屋寸铁的历史 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动车时代 动车缓缓停靠站台后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上百名旅客 有序上下动车 来自三明的乘客小王 早早就在网上预定了车票 感受首烫动车之旅 首烫所以特地来感受一下 因为以前的话 只要到福州啊 厦门才有机会坐动车 现在有动车也来到我们三明了 这是一次飞跃吧 来自沙县的陈先生 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经常从三明到游戏嘛 然后三明到游戏 平常的话要两个小时 今天坐动车过来才17分钟 比以前快多了 今天你知道你成的 是那个手烫吗 知道 我就特意赶这个手烫的 赶这个手烫一次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错 感觉速度挺稳的 据了解 昌幅铁路全线 共设22个客运作业站点 其中有12个客运站 分别为南昌溪 福州 南城 南方 建宁县北 泰宁 江乐 三明北 游溪 永泰 福州 每天正常停靠游戏站的动车 有12趟 节假日将增加3趟 今天9月26号 项目铁路正式通车 首发的话是10趟 在我们游戏火车 有办理客运业务的 有10趟动车组 预计今天发送旅客人数 450人左右 昌幅铁路在今天顺利实现通车 游戏人民的多年夙愿成为了现实 下面请大家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动车时代第一天的景象 早上8点左右 记者在游戏火车站的站前广场看到 虽然天空一直下着小雨 但这里早已挤满了人群 大家争先目睹游戏动车时代的来临 今天我们肯定要来戳戳热闹了 这是游戏的一件大事 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大事 对吧 这是头等大事 雨下的再大风雨无阻 我们也要来看 昨天我有打上门去湖州的票 现在昨天没产掉票 等11过后票比较不紧张的时候 我们打上去湖州或者县门去玩一玩 倡幅铁路通车 让游戏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交通更加便利 这无论是对个人出行 还是企业发展都受益颇多 我们游戏火车第一次通完游戏 是很不简单的 还在共产党好啊 这个经济来往比较富有起来 老百姓要做车 要什么东西要什么拉货 什么东西都会非常方便嘛 现在动车开了 应该肯定会方便很多的 因为我们去厦门玩啊 都很方便了对吧 对 还有呢对于宝宝来说也挺好的呀 因为现在呢 这个游戏这边发展得很好 他到时候直接在游戏这边读书 我们大人在湖州那边上班 回来的时候 湖州坐这个动车回来就很方便嘛 一个星期都可以回来看他 企业很好 为什么很多外地打工的人 他都愿意到游戏来 现在游戏的人劳力啊 人力资源还比较区乏的 所以将来为企业的发展啊 外地的远工在这里打工 会有很大的方便 以后我们要考虑 我们的销售渠道不仅仅于在福建或者浙江 以后可以通向呢其他西部地区或者重庆 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原来业务上还没有开拓 以后的话可以永远的话 可以我们的产品用户车来建地成本 这对我们起义来说有很大的发展 记者还看到 人群中有不少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在帮助维护秩序以及宣传动车知识 主要工作就是首先分发那个时刻表的传单给那些旅客 然后呢就是一会儿开站之后 我们会疏通旅客的进站以及出站的一些工作 与此同时 邮政部门在广场上推出了游西首发动车的纪念信封 以及珠子游票等系列产品受到了市民的追捧 今天首发就是我们把一份有珠西的里面的纪念 在后车大厅内记者见到乘客们有序地经过安检 并在这里等待 能坐上手烫动车让他们开心不已 原来要坐汽车要坐汽车要坐到湖州 要坐可能要坐两个小时很慢 现在坐动车快的话今天好多了 就想说游西终于有火车了 非常期待嘛 所以今天就买了一张票要回福州的 早上9点53分 首烫动车驶入游西火车站 一百多名乘客登上动车前往福州 今天上午 本台记者登上了三明北开往福州的首烫动车组 随车进行采访 亲身体验了动车风驰电车般的速度 与众多旅客一起见证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距离首烫动车组第6541次列车出行还有近一个小时 动车组后车市已是热闹非凡 不少旅客满怀期待 早早来到后车市等待首烫动车组的开行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48分 那再过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列车就要进站了 旅客也早早的在这边排好了队 等待列车进站 上午9点53分 开往福州的第6541号动车组 缓缓驶进游西火车站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三明北 是发开往福州的动6541次列车 那么马上呢 我们就要踏上这趟列车 开始今天的体验之旅了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动车上的景色 动车组停靠两分钟后 驶离站台 记者在车上看到 列车启动时运行十分平稳 如果不是看着窗外 几乎感觉不到列车正加速运行 每节车厢两端的显示屏 显示着列车前进的时速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过10分 那列车驶出游西站 已经有将近15分钟的时间了 虽然现在列车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每小时将近200公里 但是我现在坐在车上的感觉 依然是很平稳 而且呢也很舒适 我现在随手啊拿起一瓶已经喝过一点的矿泉水 现在呢我把这瓶矿泉水放在我面前的小折板上 那么大家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 矿泉水的这个水面啊 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坐在宽松整洁的车厢内 窗外的仓幅铁路 宛若一条缎带穿过群山 一路飘扬 沿途美景 尽收眼里 那么透过窗外的景色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在隧道里面 那这条隧道呢 就是淡云山隧道 也是游西道福州比较长的一条隧道 那边上呢 就是我们游西著名的景点了 龙门场古银杏林 速度特别快 边上的景物 刷刷刷就过去了 非常的激动 这个心情 这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游戏真的要花展了 要大花展了 冬圈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啊 你有没有看外面的风景啊 有 漂亮 漂亮 爽啊 这个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好 也是手滑 过来感觉这个很好 你所思体验 首先的话 我觉得快吧 首先如果说 比起平常的代表来讲的话 这个也实惠 这是我觉得 最实在的一个地方 为了配合高速行驶的列车 车厢内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的简洁流畅 比如说这个行李架 比如说这个座椅的设置 那么在这个可以容纳将近90个人的车厢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显得非常的宽敞 在车厢的洗手间内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性化的设置 比如说这个电源插座啊 比如说这个摊手指啊 还有感应水龙头 洗手液等等 快是动车给人的第一印象 舒适是动车带给旅客的最大享受 在看过了列车上的一些基础设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列车上的服务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采访一下 这趟列车上的一位列车员 你好 你好 您可不介绍一下 就是在列车上的一些 你们所需要做的一些服务的项目 我们列车上做服务 是开车以后 我们要行试车厢 然后整理行李架 那个怕行李划伤 然后划掉来划下来 然后那个扎伤旅客 然后我们要做一下口头宣传 然后宣传 让旅客注意一下车上的设备设施 以免那个就是误碰 或者是停车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那个 先生他们到那个 用打开雪的时候 让那个打车 不要超过三分之二 以免烫伤 然后告诉他们 那个每间车上 都那个车门口 都是那个垃圾桶 然后把垃圾桶放在垃圾桶里面 吃喝拉萨 这些最基本的需求都解决好了 旅客自然会感到舒心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十点五十五分 那么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州站 整个旅程给我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快捷 金线莲因叶脉成金黄色而得名 素有药王美称 联合乡一农户采用人工培植法 是种金线莲获得成功 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联合乡的育叶金草 培植有限工资里 记者看到排列整齐的上万个玻璃器皿中 一颗颗金线莲长势旺盛 叶子上一条条金线清晰可见 为什么会选择种植金线莲呢 公司负责人老蔡告诉我们 原来他一家子都是打工的 两年前在一次逛市场的时候 无意发现有人大量贩卖金线莲 并且价格颇高 便萌生了自己创业的念头 在张州学习了一个月之后 老蔡一家凑了一百万元 办起了工厂 由于技术不过关 刚开始培植的金线莲基本绝收 刚开始学的时候感觉很简单 后来真正的 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也不简单 后来长的时候 长得细细的那种 太细 太细的时候不是 一根一根本来一根 那个一节只能长一颗 到后来长得一搓这样子 老蔡没有气馁 而是继续下身功夫去钻研 经过两年来反反复复示众 如今老蔡培植的金线莲 终于获得了丰收 现在老蔡公司 一年可以培育先品金线莲 六千多斤 产值近两百万元 出货成功的老蔡并不满足 他还利用组培后剩下的金线莲叶子 研制出了金线莲茶 金线莲我可以做 做那个先品 干品 还开花那个金线莲茶 那个质量也非常好 受到大家很认可了 对于下一步打算 老蔡跟我们说 明年计划把金线莲种植规模再扩大 同时也吸引一些村民一起种植 让村民发药材 为提高百姓生活质量 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连日来西滨镇过西村群众不等不靠 积极筹措资金 投工投劳 大力实施农村修建安全饮水工程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过西村原有的饮用水设施年久失修 给过西下泄两个自然村百姓带来饮水困难 这次安全饮水工程总投资约六十万元 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 今年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个过期一个自然村 这个一百三十多户五百多个人口 这个新更换群子 零年我们再投资这样这个租金 到这个下泄还有一个自然村 全面改造这个自然水工程 让我们全村的群众都能够和善 这个安全情节的 这个自够的这个自然水工程 追寻游子他乡足景 感受郁郁不变相情 述书游戏儿女故事 他在公开竞争中 竞聘成为了兰卡斯特孔子学院 音方院长 我真的没想到 我同事呢就跟我讲 他说其他一看 他说这个很难招的人 可能只有你这样的人合适 面对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恐愿 面临的麻烦是 他不断反思 并积极采取对策 直接的反应就是说 首先我们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会面临这种 从中国到英国 虽然远隔万里 但他却在异国他乡 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他的中国情节 实现着中国梦 黄岐海 打造中国文化名片 下集 即刻播出 下面进入今天的媒体搜索 媒体搜索说您不知道的新鲜消息 告诉您想知道的健康知识 24号全国首部机关效能建设法规 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提交省12级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条例草案规定 各级机关要实行岗位责任制 服务承诺制 办事公开制 首问负责制 一次性告知制 现实办结制度 否定报备制 失职追究制 服务内容 程序 实现 及标准 等要向社会作出承诺 并保证落实 负责经办的工作人员 要一次性告知 行政管理相对人 申请办理事项的依据 条件 程序 实现 收费和所需材料 实行首问责任制 就是要求机关工作人员 改善服务意识 态度和服务质量 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利 要想群众之所想 及群众之所及 办群众之所需 相信只有这样 才能更有时效地整治 机关部门的各种问题 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起来看下一条 记者25号 从省务价局获悉 即日即至12月底 我省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是查处收取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对进程务工人员随签子女 收取戒毒费赞助费等 强制或变相强制 学生购买教父材料 学校违反自愿原则和非盈利原则 强制收取服务性收费 代收费或从中牟利等九类乱收费行为 只有规范了教育收费行为才能解决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 使学校真正成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净土 好的我们再把事件转移到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来 随着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大家也都更加注重健康 为此很多人选择买保健品来使用 但您是否考虑过它的安全性呢 昨日记者从省食药监局了解到 该局下发2013年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方案 全面启动2013年保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重点监测品种为 对未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辅助降血脂 磷脂类 或对化学干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调节长套菌群功能 促进消化功能 通便功能的保健食品 检验工作将于12月15号前完成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 十一黄金周的消息 十一黄金周马上就到眼前了 交通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一国庆节期间 我国交通出行的有关情况 交通部表示还将继续实行 小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免费的政策 对于往常春节五一十一亲民 小长假时会出现的拥堵情况 交通部发言人进一步指出 到现在整个小客车高速公路免费政策 已经实施一年了 已经进入到成熟平稳的过程中 好 最后我们来关注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 这吃肉太多会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但吃得太少 蛋白质摄入又会不足 有五种素食可以帮助你弥补这一缺陷 阴麦片 蛋白质含量较低 同时含富含蒙锡等微量元素 有降血脂的作用 豌豆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K和C矿物质 蛋白质含量为5% 花生酱含白黎卤醇 以及单部饱和脂肪酸 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糙米不易升高血糖 含矿物质和纤维 蛋白质含量为2.5% 椰子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不过椰子肉的饱和脂肪含量也很高 不要经常使用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或者是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 可以登陆游戏新闻网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